截至今天中午 离泰院踩踏事故又新增两人死亡 让罹难者总人数来到156人 对于外界质疑 为何活动当天没有进行人流控管 韩国行政安全部在难安全管理本部表示 目前韩国对于有主办方的活动有管理手册 但对于没有主办方的活动还没有管理方案 未来将着手制定 另外对于当天警方已经估计 会有超过10万人的人潮涌入离泰院 但警方却只派出200多名警力的问题 韩国警察厅对此表示遗憾 新唐人亚太电视红预体经验张其林 综合报道